歡迎來到我的tube 我們會一樣走到我們的AND2的結局 所以之前的觸發的事件的點可能沒有觸發到 因為那個什麼 就是另外一個模型我們是沒有辦法開啟回憶的 對 那所以我們可能這一次要從二週目開始玩 好 要跳過遊戲片頭嗎 是的 首先還是梳理一下目前的狀況吧 我掉到了河裡醒來後發現自己在不認識的青年的房間 這個房間裡有結界就把房間四角的岩堆給破壞掉 才能從這裡出去應該是這樣的 也就是說為了從這個房間裡面出去 我必須把房間四角的岩堆破壞掉 總之還是先調查一下岩堆吧 對 然後我現在是等於開著攻略完 它好像在分歧點之前是在第三岩堆 就是應該是跟守護靈小姐講話之前 可能要觸發什麼東西 好 那我們就稍微的快轉吧 喔 這邊可以變成商量跟聊天欸 跟那個 手 守護靈小姐 商量 商量 那個 守護靈小姐 你知道 手機 這是飛機的聲音嗎 那個 守護靈小姐 你知道手機 你知道電話應該在什麼時候響嗎 不知道喔 欸欸 我成為靈之後 也沒有必要去在意時間了 是 是嗎 聊天 那個 有件事想問你一下 什麼事呢 守護靈小姐 你從剛一開始就 認識我的 對吧 是嗎 說不定啊 呃 在這世上 視若不見 聽若不聞 有時候事情 反而會進展得更順利喔 我也是 這種情況嗎 嗯 這個嘛 雖然我並不否定 不過也不只如此 我還是想聽你說話的 是 是嗎 欸等等 阿全彎太快了 轉校 轉校之後 發生了什麼嗎 沒有啊 什麼也 沒發生 話說回來 你從這裡出去之後 要去哪裡呢 欸欸 要直接去那邊的世界嗎 還是在此之前 先跟父母朋友 以及生前照顧你的人到一個別 說起來 說起來 還有個奇怪的傢伙 會去看自己的仗禮呢 不過對你來說 靈力都已經落成這樣了 估計也沒有辦法去看看仗禮了吧 你 準備該怎麼做呢 我 我也沒有想好 哎呀 是嗎 從這裡離開是自然的 但是 離開之後的事情 也需要好好的考慮喔 來吧 是時候行動了 等到失去力量 無法行動 可就糟糕啊 好 好的 光想著從這裡離開 卻沒有考慮之後的事情 我從這裡出去之後 我究竟 應該去哪裡呢 嗯 去哪裡 都好吧 他究竟是什麼時候 才開始準備的呢 對職呆這個人 時間並不是很重要 只是是那個聲音 他就會做出反應 已經 不會再多講了嗎 你在出現是什麼呢 啊 啊 我在想 為什麼在心裡想著 就可以用念力操作物品呢 那是因為 你使用了靈力 並配合了對象物的波長 將其傳送出去的原因喔 欸 以消耗生命為代價 發出主力移動對象物品程度的枕鬥 你也可以這麼理解 那個 這是指 你發多少念 就會失去多少的靈力 也會消 消解多少生命 也是 這麼一回事的喔 呃 喔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通過體息 就可以恢復 所以 你沒有必要擔心喔 雖然這麼說啊 因為你是等級很低的浮游靈 在鹽堆的影響下 可能無法輕易的恢復吧 雖然 雖然 在我給你靈翼用完之前 姑且是安全的 但是 已經沒有必要 沒有時間 磨磨蹭蹭了 雖然 你也可以跟我說話 不過也是時候 考慮一下 破壞鹽堆的方法囉 然後 被 被趕走喔 然後 這個 嗯 發出聲音 嗯 要先讀取記憶是不是 呃 隨機改變 要先讀取記憶才能 那個吧 那如何都 然後 發出聲音 這個 等等 阿曲一直在按 插鍵 喔 慢跑的時間到了 嗯 全 個打好了 怎麼打開了 衣櫃 這 這個 怎麼是開著的 風味吧衣櫃 不弄倒 果然 還是 不想做 弄倒吉他之前 還可以先確定 究竟可不可以吧 準備完成 不過 那個 守護靈小姐 就沒有除了弄倒東西之外的方法了嗎 嗯 雖然 雖然守護靈小姐說過 在離開這裡的過程中 弄壞東西也是迫不得已的 但是 我還是盡可能的不想去破壞 媽 你有什麼想法嗎 我不能 跟田哲說話嗎 就能直接拜託 就能拜託他 不借助其他的東西 直接把鹽堆破壞掉 我是 這麼想的 嗯 你啊 真覺得這個兩全其美的 可以解決 欸欸 站在著直哉的角度想想吧 在這一系列靈異發現下發生 東西紛紛被破壞之後突然現身 還說說你把鹽堆破壞掉 他會怎麼想呢 喔 嗯 他會 很生我的刺 因為 我把東西都弄壞了 是的 這樣就會造成比現在更多的傷害 即使意識到這一點還是要跟他搭話 你有這樣的覺悟嗎 這個 欸 為什麼事到如今 你還是不可以 不肯 給不出肯定的答案呢 欸欸 啊 對不起 嘛 不過算了 雖然很難 讓你和直哉對話的方法也不是沒有 呃 首先必須讓直哉意識到0的存在才可以 讓 讓他意識到 0的存在 嗯 他沒有看到0的體質 也幾乎不相信這個世界上有0的存在 所以就算把這些無法解釋的現象在他面前 也無法動搖他的思想 更無法讓他意識到幽靈的存在 顏對 顏對會 奪走室內0的力量 起到進化的效果 這句話想必你已經聽念了吧 喔 喔 是 無論是 無論是多麼遲頓的人 喔 直接把他的事實在做了守護者 所以 這次的事件也好 這以前的事件也好 這以前的事件也好 不用太在意就可以了 直哉是那種 心裡事都寫在臉上的 是那種大呼小叫的性格 弄倒吉他吧 掉下来吧 那啥 掉下来啰 这究竟是你守守护的那个重要的东西 对不对 转校的人这里没有照片啊 啊不是被你打的那个人吗 在那之后他就转学了 这里面应该没有他的照片吧 就算有也只是英年级时候的合照吧 集体照吗 翻页吧相册 初一时候的集体照 我在哪里呢 看起来好年轻哦 想起来了 当时好像因为感冒请假休息了 让你看一下是我 这样才会波长一次对不对 哎 这不是我初一时候的照片吗 那时候的我可真土啊 啥啊 那个发型 跟我也太不搭了吧 啊 好怀念啊 嗯 那家伙 就这里的一张照片 还是特别稀呢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人还好吗 为什么 为什么 嗯 啊 不行 不行 他的记忆也可以读取吗 哦 可以读取了 终于 我缺少的就是读取到这一份记忆啦 还有之前那个相簿的记忆没有读取到 所以才没有办法触发到end one 还有幽灵小姐的那些对话 嗯 嗯 喂 白石佑 你来我家一趟 诶 诶 好啦 两个小时就足够了 那个 这个到底是什么 记车的特制模型哦 表面的处理已经完成了 剩下的只要涂装和组合就可以了啦 妈 很简单的 你要不要做做看 为什么 嗯 前一阵子 你说我做得很烂的时候 理由不是说的相当的具体吗 所以啊 我猜你会不会也在做这种东西 没有啊 我一次 也没有做过的 是 是吗 我还以为你提的意见都有 特别的尖畏 跟我爸都有的拼 应该是相当有经验的才对呢 诶 你父亲也在做这个吗 是啊 虽然一般做的都是女孩子的模型 不过也会做汽车的啊 飞机的啊 之类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不过 做得差好了 是 是吗 啊 啊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话说回来 时间 还来得及吗 哇 都过了十分钟了 时间不多了 我们还是快点开始吧 笔和防护胶带我都借给你 涂料就像这个喷过吧 哦 已经做好了 嘛 差不多吧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这家伙 太厉害了吧 简直无法相信是第一次做的 你的手也太巧了吧 没 没有吧 总是被母亲说笨手笨脚的 连你都笨手笨脚了 那我算是什么啊 旷市的 笨手笨脚男 不不不不不 我才没有你说的那么差劲呢 就是普通程度的笨手笨脚而已罢了 虽然跟你这样手巧的人完全没有可皮系 我 我也 并没有 啊 那辆车 你已经做完了啊 嗯 被你指正过的地方都做了说改 是不是比之前 比之前好丢了 右上部分弯曲的地方还是有点让人在意 特别是前面的车牌 歪歪扭扭的看上去更奇怪了 是 是吗 看来我还是 但是 比起之前好多了 是吗 那就好 刚才就是 讲话的颜色没有弄好啊 啊 妈妈的短信 还在学校吗 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快点回来 应该是要说转学的事吧 该 该 回去了吗 嗯 我得回去了 对了 你这个模型花了多少钱 我把钱给你 我把钱给你 蛤 不用了啊 那 那 虽然都已经做完了 做把完成品还给你吧 不不不不 这你亲手做的 这你亲手做的 就是你的东西了 可是 这本来就是你的啊 我说啊 是我邀请你一起来做的 又把它交给了你 你应该明白这就是送给你的意思了吧 而且 这也只是我爸爸 剩 呃 剩余下来的东西 你 是你父亲的吗 那果然还是应该把钱 你 你傻不傻啊 是我热意才把它给你的 我完全没有打算从你那里得到一分钱 我 为什么 我为什么 你看啊 毕竟这种 我更喜欢用黏土从头开始制作的模型哦 而且 反正 留着这个也没有什么用 妈 你就收下吧 何况 何况 我是地主家的儿子 钱有的是 根本不用在意钱的问题 然后 那个 然后还有 这是我们和好的证明 和好的 证明 对对 当时我生气打你 是我的不对 但是 这次把过去的事情 全部都清零吧 全都 一笔勾销吧 怎么样 明白了吧 嗯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他所存在的记忆 并不是我对他的恶言相像 而是 这一段记忆呢 明明 我说了那么伤人的话 明明 他都 当时都气得打我哦 为什么 我想 跟田泽说话 是 这样就可以触发了吗 嗯 试试看 攻略是这么写的 还是不行吗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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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 当时我自己没有转校 现在 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了呢 大概 会成 成为朋友吧 这 确实呢 现在来看的话 车身真的歪歪扭扭的 前面的车牌 也都歪了 让整体形状 显得更奇怪了 那家伙 当时就已经看出 这些缺点了吗 嗯 是 先存下档好哦 存这一个 然后 最后一次哎 这样子 还有办法触发事件吗 诶 你给我触发哦 哈哈 诶 fel 小 谢谢大家